接下来就来看,因为上个礼拜主要重点 我们是讲到什么,讲到懒人包的设定 所以特别注意,你回到家之后的话一样 请你把云端上面的懒人包 云端这边安装环境,懒人包 主要就是2019这个 跟Python374这个 这两个把它下载,我是建议你把它放在 C碟或D碟 OK的根目录,你不要多一个目录 就是C或D底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其实打开蛮容易,就是 基本上它也不太需要做什么样的设定 只要把它解压缩之后 比如说C碟底下 然后会有这两个跟Python 好像要删掉 这个按右键把它解压缩字迟就好了 就是不要多一个目录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有看到这边有个 Eclipse Python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呢就可以直接打开开起来没问题 并且它会问你说那你的workspace就是你将来放城市要放在哪个地方啊 那我这边是有放一个叫C碟的Python的workspace OK这个地方 那以后城市就放这里哦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目录啊 C碟底下的这个目录 所以呢如果你将来回到家 你也希望再练习 而且要一样的东西的话 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目录什么 抠回去就好了 抠到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目录在哪里呢 C碟底下 这个什么呢 Python的workspace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workspace 我的电脑在这里 Python的workspace 就这个目录 那里面一定会有个test SRC 那上个礼拜只有一个程式 所以就一个 一个程式一个档案 OK 所以如果你回去要再把它备份的话 或者担心说下一次来 这个目录不见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备份在你随身碟里面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把它 这个 Eclipse Python 你把它解压收到低叠的话 可能会出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用一个模拟状态好了 比如这边 把它改一下 其实主要是改这个设定档就可以了 如果回去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状态 打开这个 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你的开头 反正你看开头就知道 关键是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就是你的什么呢 Java的执行环境 它找不到 所以就没办法run 那为什么Java呢 因为Eclipse这个 这个城市 它是 用这个Java开发出来的 所以它会需要Java 那之前 可能就要请同学 之前有 就是 之前一个懒人包是 要另外安装 Java 但问题 很多同学 安装Java都一直出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一劳永逸 干脆怎么样 我就直接把这个Java 直接帮各位搬到哪里 搬到这里了 这边就有Java了 可是问题哦 这个Java你要告诉它对的位置哦 如果说你要给它对的位置 其实可能看一下 主要是这个档 在Eclipse下面这个档 你把它按右键 它有个编辑哦 你可以编辑它第二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第二行的路径 刚刚我只有改一个地方 有没有 因为本来是在C叠啦 预设其实我那个懒人包也是放C叠 所以如果你把Eclipse Python放D叠的话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D叠 它才会跑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C叠跟目录 那就不用改任何东西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它是在什么 Eclipse Python的这个路径 就刚好在这个底下 所以它是C嘛 C叠的这个目录 底下的话有一个Java 有没有Java在这里 Java底下还有这个啦 底下其实你打开会有个bin 然后会有 其实主要是利用这个 这次程式去跑 那如果要把它改正确的话很简单 就是什么 改成C嘛 所以这边我把它改成正确的 C叠 然后只要把它储存就可以 其实关键就是第二行哦 从哪个档呢 记得哦 从执行档的下面这个 一个齿轮的东西 按右键编辑它就可以了 把它改成正确路径 然后储存就可以了 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你开不起来的问题 应该就不会发生了 打开来 这样就正常了 所以这个懒人包还蛮方便的 以后的话你只要任何一台电脑把它解压缩 然后设定一下就可以写Python程式了 我是觉得这个懒人包还蛮方便的 我自己都还蛮喜欢这样用的 因为好处就是不需要装很多东西 而且它的档案也非常小 它好像才在300M 300M 300多M 把解压缩可能顶多大概就几百M OK 然后就可以让你开始写程式了 大概是这样子 lunch它一下 这样就执行起来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再来看 所以上个礼拜只有讲一些基本的程式 其他还有像设定什么 设定那个你要告诉它说 你这个Eclipse的Python放哪里 所以我好像有讲过 在Windows Preferences 里面 有没有设定这个 Pydev的Interpreter 使得Python Interpreter 主要是这个地方 跟他讲说你的Python的路径 这个Python EXE这个程式放哪里 你就Browse浏览一下 跟他讲就可以了 如果已经设定就不用了 如果你上下已经设定过 在哪里呢 C叠底下的这个 这个目录底下 你就选取这个EXE 按开启 然后按OK就好 因为我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它没办法让我按OK 把它cancel掉 另外还有个地方就是那个 General的workspace 只要把它改成UTF8 否则的话你输入 执行会变乱嘛 OK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Python 它的内部的编码是用UTF8 但是呢 因为我们Windows是用MS950 所以两边其实没有同步 那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只要改这个地方就好了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你是用那个苹果电脑的话 苹果电脑那一部的就是用UTF8 所以呢 假设用苹果这个地方不需要修改 但用Windows的话就要修改 所以之前有同学用那个Mac电脑 用苹果电脑来开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开始 再来写另外一个部分程式 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看一下那个逻辑的部分 所以再来的话我们就是云端排版的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结构控制 结构控制是逻辑判断 所以底下的部分的话 再来就是看那个第二个单元的第几页呢 第四页这边开始 那你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两个数字要比对的话 两个数字比对哦 就等于等于 那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叙述就是这样 不等于一个金碳号加一个等 不等于 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 这个都固定了 所以其实可能会比较问题是这个 那两边是否相等的话 一定记得是两个等号 OK 那不过在VBA是一个等号 这有些有些程式 这个叙述方法不太一样 那另外的话 还有所谓的逻辑运算值 相反逻辑就加一个NAT 不过第一个用的非常少 基本上我很少在用这个NAT 为什么 因为用NAT 其实不好表达 你要不是 这样好像会转一圈的 如果再一个NAT 再一个NAT 再一个NAT 最后根本搞不清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干脆我们逻辑简单一点 不然最后连字都搞不清逻辑 那真的程式就很容易写错 那END的话呢 是两个东西的交集 应该这个有概念 逻辑 这个交集 偶的话是连期 连期就是两个全部都包括 两个范围全部 这个是交集 这个是连期 那我们可以利用AND跟O 可以用在那个我们逻辑判断上面 就一个以上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 如果是两个都要同时为True的时候 就AND 如果只要其中一个为True 就O 就可以了 你可以多下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可以把它下在后面 都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撰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判断是否成年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module 在哪边新增呢 以后的话 标准化流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专案 下面有个SRC 所以记得哦 这边可以展开 那SRC的话呢 直接在这个SRC上方按右键 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撰写 这个以后的程式呢 一律就在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有没有 py div的module 然后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判断年龄的话 你可以用中文啦 你可以打个年龄 或者打一个age好了 finish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输入一些东西 因为实际的关系 我先拿这个来 拖揽一下 先拿这个 那如果你现在打字比较慢 你也可以 先贴再 再来 OK 那首先第一个哦 如果我要请 人家输入 不要执行好了 判断到底成年未成年的话 首先的话呢 请输入年龄 那如果今天输入15岁 enter的话 它应该跑哪个地方 底下的话 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if 如果呢 那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会把这个 15输入之后的话 有没有 那它就输入到input这里面 这边15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input 它得到的东西 一定会是一个文字 那所以外面哦 请各位注意哦 外面包一个ing 为什么 因为要把15的文字 转换成15的数字哦 如果你这个没做的话哦 底下这个就没有办法比大小了 因为只有数字哦 才能够比什么 小于大于等于 如果文字就不行哦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把它转型之后 丢给edge 所以后面做完的事情 丢到 这个15的数字哦 它就帮我怎么样 存到这个edge的变数里面 所以edge里面就放15这个数字 然后再到下一行 如果呢 edge假设是 小于18岁的话 就跑这个逻辑 反之就跑这个逻辑 所以15岁 它一定跑哪个 跑这个嘛 对不对 OK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enter 所以是不是未成年 printed未成年 未成年 如果再执行一遍 如果输入什么 输入20岁 你已经成年了 enter 成年 OK 所以程式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是这样 首先呢 请各位练习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要 请各位就自己要写一下 那if哦 特别是后面的话 就是打一个edge 小于哦 OK 有没有 18 冒号 这个固定的 冒号的话是说 你要做什么 冒号 do的意思 如果这个逻辑发生的话 做什么的话 就是在下一行 所以你会发enter 它会自动帮你缩牌 有没有 特别是说你不要没事 把这个缩牌拿掉 这个缩牌也是 这个程式的一部分 如果你没有缩牌的话 那程式会错误哦 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缩牌也是程式的一部分哦 那我要做什么 做 帮我print什么呢 print 它是 如果它小于18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未成年哦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未成年 所以这边的话 就输入未成年 多一个未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成年 那反之的话 怎么叙述呢 反之 反之特别注意哦 在这边按enter 那记得哦 请你back到前面去 因为呢 不是还要在做什么 而是呢 你又起另外一个 反之 其实跟那个if 是同一接的哦 那反之就是else 所以你这边的话打一个else else 反之 反之 做的话呢 就冒号 反之就做什么 enter 哎 一样哦 在这个底下下一接做 做这个事情 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成年就好了 ok 那请各位练习看看 画面先切换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个逻辑判断 非常的重要 因为未来 只要是 城市里面 很多事情呢 你如果不希望用人工来判断的话 那你势必呢 就需要 怎么样 写一个逻辑 然后让城市去帮你做判断 那也就是说你 假设你可以叙述的出逻辑 然后并且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当然呢 他就按照你要做的事情 去帮你逐步的去把它完成了 再来还可以配合那个 重复做 哎 大量的重复做的话 就跑个回圈 所以后面还会再讲回圈部分 就要做这个事情 就要做了 我们就要做一个